及时新闻综合报道,美国智库2049计划是研究员伊斯安,因为在新书《中国侵略威胁》中指出,中国在2020可能武力犯台,引起国内关注。 伊斯安后来进一步爆料,中共也有暗杀台湾领导人的可能性,对此有媒体报道指称国安局并非处于被动,仍有一整套严密措施来防止援手遭到袭击。 根据三例新闻报道,我国总统坐车为奥迪A8L Security,配有防弹剥离,防爆胎,半斤外壳,采取装甲,陶瓷特种合金,能抵挡手榴弹及火力强大的AK-47。 面对生化武器时,可将车辆完全密闭,并提供一个小时的氧气量,同时配有机枪孔工反其安全系数等级与德国总理梅克尔相同。 此外,总统随后需要具备高端驾车技术,甚至还要挥甩尾,若碰到攻击事件,则分成攻击队形和防守队形。 其中三人拿冲锋枪等武器反击,另外四人组成人墙,摊开防弹攻势包掩护援手。 国安局退役上校李天夺提到,总统车队会按照地点,地形和路线来调配,且会采气敌战术,不会让人知道总统乘坐的是第几辆车。 本集完